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读书的意义除了拓展自己的精神世界 更重要的是未来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有一份不菲的收入 然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却不太一样 身为中国最高学服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 他不但拒绝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 还投身于一项看起来虚无缥缈的职业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天才出家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柳志宇 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他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 也许是太过聪明 他在上幼儿园时 竟然就思考起了人生 当别的小朋友都高高兴兴的捉扎门时 他总是与他们保持距离 独自转悠 每当夕阳膝下时 他无心欣赏风景 而是感觉自己被空虚包围 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想这些大人都搞不懂的问题 自然感到乏味 有时候他会自言自语地喊道 真没意思 但这些话父母都没太在意 奶奶更是打趣地问他 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 柳志宇的爸爸是物理老师 妈妈是工程师 两人都对儿子寄予厚望 四年级的时候 父母就让他参加了数学陪优班 也从此柳志宇也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 为了考出好成绩 得到老师的表扬 他不看电视 不打游戏 很少交朋友 甚至在学校组织 看电影时 偷偷做卷子 他也如父母期待的那样 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 在数学方面更是备受瞩目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体质有点差 体育成绩不太好 到了体育中考 老师特意暗示他无需担心 果然成绩下来时 运动白痴的他竟然考了满分 虽然那时柳志宇还未接触 社会中那些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但他也明白 有人在其中作梗 他感觉这种行为 让相对公平的考试 丧失了原本的初衷 他对不起其他同学 所以想要举报自己 而父母听后 脸上浮现的则是惊讶和恐惧 后来他偷偷写了封匿名信 向教育局反映此事 再加上其他家长的举报 涉事的考官被停职处分 但这时柳志宇猛然发现 自己和父母的思想 已经产生了分歧 他们所关心的是 自己的前途会不会受影响 而他所关心的 则是一条心灵的出路 接下来的另一件事 更让柳志宇对人生产生了怀疑 由于在数学上天赋异禀 他在高三时入选了国家集训队 但日复一日的机械训练 让他的眼睛出现了严重问题 先是发色和酸胀 后来更能看到许多奇怪的图像和色彩 新日并肩作战的朋友 一个个在残酷的筛选机制中淘汰出局 陷入孤独的柳志宇 越发感觉不到数学的乐趣 这么天天做题究竟是为了什么 于是他对第一副中的校长说 我个人并不需要这块金牌 而是你们一副中需要这块金牌 校长听后打惊 赶紧联系数学教练 最终在教练的开导下 柳志宇同意继续训练 他再次不负众望 拿下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 成为了三个满分的获得者之一 但他的内心却无畏杂陈 他觉得那些一起陪练的优秀同学 同样也十分努力了 但在奥赛的道路还是被淘汰 他渴望能够帮助他们 于是立下了力重生计渡沧海的大院 进入北大后 他的演技加重 而且对数学像是了最初的兴奋 因为他深深怀疑 如果自己把数学学好了 就能帮助身边的那么多人解决问题吗 有句话叫 当自己所认知的世界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不妨去哲学的世界一探究竟 大一冬天 柳志宇加入了禅学社 认识了一位修佛的师姐 这位善于倾听的师姐让他飘灵的精神 得到了久违的气息 在师姐的引领下 柳志宇渐渐渐对佛学产生了感情 一年之后 他和师姐一起到龙泉寺做义工 看到僧人整齐地走过 那一刻他突然下定了出家的决心 认为佛学才是最理想的道路 北京龙泉寺拥有千年的历史 严霞清静 水月空灵 极具产意和沧桑感 不时有善男信女前来拜佛 为了顿入空门 柳志宇推掉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函 于赶到北京去任他的父母大吵一架 毅然决然地踏上佛学的旅程 因为柳志宇的到来 龙泉寺的名声更加响亮 许多人到寺中想拜访他 都统统被他拒绝 当时的他特别崇拜方丈 学成法师 几乎研读了所有师父的授课和随谈 在授界前夕 他虔诚地写道 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哪怕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还能为三宝为师父做点什么 可是难道寺院就给他带来精神的安宁了吗 他翻译了多部经书 最后竟然被师父学成法师 霸占了署名 随后 高出尘寰的师父 竟然被举报性骚扰女弟子 而寺院方面也心照不宣地 对这件事情避而不谈 仿佛就从未发生过 这时柳志宇终于看清了龙泉寺 以及那位所谓大师的真面目 呼吁要跟师父划清界限 并在网上留言批评了龙泉寺 但不明真相的网友也开始在网上声讨他 指责他不懂感恩 但上山八年的他最终还是决定下山 为了度人苦难 柳志宇在2015年研习了心理学 试图将心理与佛学融合起来 如今正好派上了用场 他开始接受采访 在微博上发布内容 并推出了佛系心理咨询 结果被寺院视为异端分子 但不同的是 他的佛系心理咨询却颇受群众欢迎 只是度人苦难谈何容易 曾有网友评价道 看到柳志宇我想到一个人 他就是李淑彤 也是弘一法师 他是艺术上的天才 在艺术上的造诣 无一不通无一不经 但需要注意的是 李淑彤从小受家庭的影响 喜欢研究佛学 而且造诣很深 再者 他出家时已经39岁 历经人世浮华与沧桑 真有看破红尘的味道 柳志宇还没有踏入社会 人生履历也不丰富 自己还在迷茫之中 也能参透世俗和人生 关于柳志宇出家 历来有不同的见解 有些人直接指出 这是北大的严重失误 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中国不缺少修为高升的僧人 缺的是亚里士多德 牛顿这样的科学巨人 高等学府是培养国家动量的地方 是为了让你在入室后有一番作为 而不是让你消极避世 最终跑到寺院出家 但也有人认为 柳志宇的行为是在追求思想的觉悟 简直是对社会的一种拷问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 多数人都在追名逐利 极少有人去关注人生的思想和意义 出家是个体对于生命的探索 与其他东西统统无关 柳志宇争夺了俗世的各种束缚 不该用功利主义去评价它 大浪滔滔月明佼佼 古往今来 是非功过总是难以评说 即使天上有神仙 也无法左右去去凡人的意志 可以看出 柳志宇从未失去想非的心 想要达到无我的境界 不计较任何利益的问题 但是有光明的地方就有黑暗 他的理想恐怕很难实现了 其实在北京龙泉寺可谓高僧云集 例如 贤维法师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 贤绩法师是清华大学 核能和热能物理博士 贤绩法师是清华大学 刘铁力学博士 贤绩法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这些这类超群的人 从小就在学业一帆风顺 让别人渴望而不可及 在一般人眼中 能上清北的学霸 就等于披上了成功者的光环 但就把成绩抛开 他们恐怕也是普通人 也会有面对社会的迷茫困惑 于是他们想找到解决的办法 找个世外桃源 规避风雨得到心灵的解脱 但还是那个问题 出家后的他们 真的就可以超脱了吗 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如今社会恐怕也很难有 真正的净土了 在龙泉寺的柳之羽 看到佛门的是非时 才真正明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八年后 他最终还是归于尘世 也要为以后的生存奔波了 如今整个社会快节奏的高速发展 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 无一幸免 每个人心里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诱惑 教育的本质在于提升自己的认识 在外界与自己的心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能面对现实的残酷 又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谁都要经历人生的魔力 这与智商和分数如关 也许柳之羽的经历 能让有些老师和父母反思一下 在看重成绩的同时 也应培养孩子强大的内心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